弟兄姐妹早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诗篇第三十诗篇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孕于我 就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护求 耶和华便随听 就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死者 再经为他的人思为安盈 达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职位 便知道他是美善的 投高他的人有福的 耶和华的生命 你们当敬畏他 应敬畏他的一无所切 烧装狮子 且还却死人恶 当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终弟子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 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眼 嘴唇不说悔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耶和华的眼目 看过义人 他的耳朵 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辨念 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义人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 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 耶和华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一人有多痛苦 但耶和华救他们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们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凡投靠他的必不知定罪 愿上帝祝福他的话 亲爱弟兄姐妹 大卫曾经经过人生 最黑暗的时刻 他也曾经落乱到他乡 而且为了生存 并且他要钻风 成为被人羞辱的 他才能够离开一些危险的情况 弟兄姐妹 在这种情况底下 大多数人自爱自叹的 或者是焉天焉地的 那或许呢 可能我们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能够会怀疑神 但是我们看到呢 大卫呢 他却仍然的赞美我们的主 并且要别人跟他一样 要时刻的 而且呢 是从心灵里面 有那种的喜乐 来送赞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都可以看得见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是什么使到大卫 这样的与众不同 是什么使到人 能够在困境中呢 仍然有这样的心来 称颂我们的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焦点放在 第四节到第八节之间 首先我们看到呢 因为神拯救 依靠他的人 那第四节说 我曾寻求给何华 第五节有说 凡仰望他的 第七节 我这困苦人护求 第八节 投靠他的人有福的 那从这些的字句 告诉我们 大卫很明显的 他是一位依靠神的人 那即使他落在恐惧中 或者在羞悔当中 或者是在困苦当中 患难当中 神都会听他的祷告 他很清楚 神会听他的祷告 并且能够救他 脱离当时他所危险的处境 他很相信说 在这种处境 神绝对不会抛弃他不顾的 那这次大卫很确实的经历 那且是他多次的经历 不只是一次 好多次都是这样 甚至他一直的经历 那这不是一个理论 乃是他的一生的经验 谈 理论跟经验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理论可能是有可能 但是经历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是我们驳不倒的事实 那大卫向人证明 神拯救那些寻求他的人 依靠他的人 使人在困境中也能够赞美 弟兄姐妹 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能够像大卫这样 如此的相信神 把信心拖在神的身上来 称颂他吗 那有时候我们在问说 神真的是这样吗 那第八节大卫说 那你就来尝尝 他的职位 那你就能够知道 那所以大卫说 为什么我们要在困苦中 滋爱消沉呢吗 大卫鼓励我们 需要起来依靠我们的上帝 那我们就能够在 荒乱中来送赞他 那第二我们看到呢 因为我们这位神 他是供应敬畏他的人 我们把教典线放在 第九到第十七节 第九节说 耶和华的声明啊 你们当敬畏他 应敬畏他的一无所切 十一节 众弟子啊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 教训你们 大卫在这里呢 他轮到敬畏神 大卫告诉我们 神怜悯照顾那些 敬畏他的人 第九节他就解释说 敬畏神的人是一无所切的 敬畏神什么好处都不缺 没有缺乏 弟兄姐妹 没有缺乏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气的 凡是好的都不缺乏 那是更大的福气 世人常常感觉到很缺乏 不是缺这个也 或者是缺那个 有些人甚至已经拥有了好多 但是他还是觉得很缺乏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没有好好的敬畏神 我们不知道神就是我们的牧者 大卫 也就是这样鼓励我们 弟兄姐妹 也许 我们会记得四篇二十三篇吧 大卫不是已经告诉我们 当他以神为他的牧者时 他就不至于缺乏 那他有神做他的牧者 就没有什么再需要的 那现在他再一次的真实 人若敬畏神 就什么都不缺 那怎么样才是敬畏神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知道敬畏神 我们就一无所切 那怎么样才是敬畏神呢 那十三到十四节 这里有提到 他说 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伪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求 那 这个其实都是很熟悉的话吧 那 其实呢 会不会我们是说 这是老生常谈吗 是的 敬畏神不是什么很玄的东西 也不是 不是人间烟火 或者是修桥补路那种那一回事 那乃是在我们热常生活中 我们对准神的话语而活 做一些我们以为是老生谈 常谈的事 属灵 罢骨 而却是神喜悦我们做的事 那可能有些事情 你看起来 这个是很熟悉 其实这个是很平常 我们人 神呼召我们 神就是要我们为 他分别为圣而活 那人若 凡是敬畏神 有一天 他若在荒乱当中的时候 神会听他的祷告 是他一切的好处 是他在困境中的任然无缺乏 所以我们愿意回到基本 这些基本的真理来看 那做那些我们已经听关的事吗 就像我们在平时能够为神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为他而活 荣耀神的生命 那弟兄姐妹 第三呢 我们看到18到22节之间 他这里讲到说 因为神靠近义人 18节说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这伤心不是指 遇到什么难处叫人伤心 乃是为自己的灵性 而感到伤心 是为自己的灵性 不够好而难过 是为自己的灵性 伤得软弱而伤心 是为自己所犯的过错 而心里痛悔 觉得想活得更好 更有主的心情 更像主 这样为自己而伤心的人 神会靠近他 弟兄姐妹 主靠近这样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 他最喜爱 可以这样追求 主的人 在主的眼光看起来 他就是义人 这样的人 在肉身上 可能他会遇到苦难 但是主 我们的上帝会靠近他 拯救他 那上帝会不允许任何的人 来碰他的一根骨头 一条头发也不会受损 那主会靠近 以及安慰他 怀抱他 拥抱他 这样的人 在灵性上 主必敌明 赦免他的过犯 不定他的罪 使他的灵 可以得到自由 主也不算他为有罪 也不跟他计较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弟兄姐妹 这样的人 是何等有福的 这样的人 有主靠近 也是何等有福的 蒙这样福的人 弟兄姐妹 其不应时常 来称颂我们的主吗 好不好 到这时候跟我一起来道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困境 甚至我们都不知道 是为了什么原因 为什么必须要经过这些的苦难 这些的 人与人之间的产生一些误会 或者是人际上的一些的艰难 亲爱的主 今天早晨 你让我们从大卫 的识别当中 学习到 如何在这种困难当中 还是相信你能够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 也鼓励了我们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还是要把你抓得很紧 我们还不放弃你 主啊 在这种困境当中 我们还是坚持 为神的荣美而活 为神做荣美的见证 主啊 当我们用这种的 正确的态度来敬畏你 来爱你的时候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面对困难 不惧怕 因为我们知道 你永不离开我们 你一定会为我们深夜 你一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主啊 求你眷顾我的信心 也眷顾在我们当中的 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早晨 他们在听这诗篇的当中 主啊 也同样有遇到 像大卫曾经遇过的事情 心中也很困难 也不懂要怎么样 但是今天早晨 透过你的话语 安慰他们 也安慰了我们 鼓励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 常常的歌颂你 主啊 我们发现到我们歌颂 在美你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特别的 刚强 而且也恢复过来 主啊 我感谢你 求你祝福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也祝福我们 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主啊 求你带领我们 接下来这一整天的生活 我向你感恩 我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赦的名 阿们